第八关于第六届不可杀人 其中讲到了人心里的怒气 是否心里所有的怒气 都被视为杀人害人的动机呢 如果是岂不是天天触犯诫命 父母对孩子的管教税 发问怎么对 有些愤怒呢 严格来说有些愤怒是公义的 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感到义愤 这个是好的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情绪把握不好 可能也有过度的情况 那有些事情呢 是因为我们私奋 自己没看我心嘛 孩子不听我话嘛 然后做了我自己 明明让他抱钢琴班 他非要去什么打羽毛球 什么玩篮球 女孩子 我就想让他学个琵琶二胡之类的 他非要去学什么跆拳道 气得我要死 为什么 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所以这种愤怒里面包含着自私 这种愤怒恨 恨就是杀人 不过有的时候生气不至于恨吧 父母恨自己孩子 孩子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自己实在不听话 恨他 所以实戒嘛 完美的义的典范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去行律法 律法向我们反映了神的属性 它是完美的 完全的 完全公义的 律法也告诉我们完全的义务 完全义的标准 律法同时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 去遵守达到神要求的那个标准 从内心到动机 到行为 包括所有那个行为要持续到一生 丝毫不犯罪 意念也不犯罪 没有人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吧 然后律法第三功用 对于基督徒来说 律法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 我们应该靠着恩典 靠着圣灵 生命圣灵的律去竭力 照着律法的指出的那个义去追求 对于基督律法的指出的那个义去 感谢观看